这次是真来不及解释了兄弟们 今天是简直第二天该练背了 好好练背有备无患快点上车 兄弟们先帮我看一下我就背什么水平 这是还有救吗指点一下呗 这个视频感觉骚得不能看了已经 今天练背的第一个动作是固定器械的T杠划船 针对背部整体非常的孤立 就主打一个让你有力接不到 宽握具小臂刚好在背部中间的两侧 好看我的背部不断的张开收紧 张开收紧 我们做四组每组八次 这个重量尽可能的大 但是行程要做满 放到底拉回来 这一个动作做完 我们整个背部就完全充血了 如果你觉得生活很难的话 你就跟我一样去健身吧 然后你就会发现 难题又多了一道 第二个动作 练背后肌非常爽的器械 本质上也就是一个肩后身的单关节动作 跟直臂下压差不多 但是这个可以用非常大的重量 所以练得很爽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器械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就先帮你们练着 就是背后肌下半部分靠近腰的位置 感觉也是相当炸裂 像这种动作次数就不能太少了 我们做十四以上 四组 今天前面的动作都是四组 第三个动作是一个练中上背 非常好的动作 一个自下而上的器械划船 让我们背部中上的位置 收缩的非常集中充分 没有这个器械 大家用哑铃趴着做 或者是用绳索 也是类似的 一定要感受到这个 斜方肌碰到一起的感觉 很多人可能会问你 怎么都用固定器械 不练自由重量 不会影响协调性稳定性 你的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先别出发 因为接下来我要做哑铃划船了 单臂的哑铃划船 锻炼背锅机非常好的动作 我们要找一个平板凳 爬上去膝盖支撑上半身 抚平 每次完成十二次 今天做了四个划船类动作 最后我们做一个下拉 次数做多一点 每组做十五次 我们去看不要晃 不要后仰 把腹部收紧 这个角度看着好肥 难受 兄弟们 再看到这个人的背锅机 撕拉的跟扫把一样 我不想练了 好 就练三组 多一组都不练 然后各位少爷 我们再练两个二头 杠铃弯举 握去率宽于肩 大臂加紧身一两侧 不许动 我们做十到十二次 第二个动作用的是 哑铃手臂 在体后二头肌处在拉长位 今天的二头肌就是两个动作 分别从两个角度 夏天都快到了 不练手臂想干嘛 最后的有氧一调 安排一下 小坡一走 脂肪颤抖 小坡一走 小坡一走